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里就是天下东西酱 然后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是我购买过的100元以下的平价护肤品的一个分享 这里面呢,有好用的,也有不好用的 所以今天干脆做一个平价护肤品的红黑榜 来给大家种草和拔草一下 所以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观看下去吧 在视频开始之前,东西酱希望大家给这支视频多多弹幕,多多评论 然后点一下推荐,收藏一下这支视频 也希望新来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UP主这支频道 UP主的肤质呢,是下混油,东混干 正期还是变得比较敏感的 因为在南方跟北方之间来回折腾 所以就皮肤还是挺敏感,异红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不好用的,也就是黑榜开始说起 第一个又是要说的呢,就是泰国的这个面膜 名字好像叫做Beauty Cottage,好像是这么念的 我会把名字放在旁边 它这个面膜呢,打开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绿色的膏体 味道还是挺清香的一个味道,味道还是挺好闻 它也是一个涂抹式的一个面膜 它抹完之后,说实话,没感觉有多大的变化 也没感觉我的脸上有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也不会让我有那种保湿的效果 没有,反而我敷完它之后会感觉脸上有一层膜 而且是那种不透气的膜,在我脸上挺难受的 我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那种 就使用感受非常的不好,而且也没有什么功效 所以它呢,就是我今天说过的第一件雷品 如果大家很重选这个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多多看一看它的测评也好 也许你的肤质跟我的肤质可以一样 下面要说的第二件雷品 二三件雷品我一起说吧 其实这个应该大家挺意外的 就是来自国产品牌 这本这两个,一个是疏颜修护调理度 一个是疏颜修护乳液 这两个呢,是我的之前底下评论里有一个小可爱让我来测评的 不知道那个小可爱还有没有关注我的视频 还不知道它还在不在 反正买来之后呢,我对它还是抱有挺大的期望的 因为大家看我之前视频的同学应该知道 我之前买过这本的那个卸妆膏 而且我对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特别好 我感觉那个卸妆膏特别合我的心意 所以我也买来之后呢 我也对它们俩抱有很大的期望 其实我知道这两个是很多人的爱用品 因为很多人就是脸上发红 起红疹的时候 或者是泛红的时候 用它们两个就一下就削下去了 特别的好 但是呢,对于我来说 它们两个真的就是实打实的雷品 所以我先说 用过它们两个之后 皮肤会有那种 刚用完之后会有那种比较粘腻的感觉 等到那个粘腻的感觉过去了 也就是所谓的干了之后 我的皮肤就开始有点拔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如果单独作为晚上敷在脸上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因为晚上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滋润的东西 来滋润我整个皮肤 而这两个对我来说 倒拔干实在是使用感受太差了 这脸用完之后干得不行的状态 如果作为早晨的话 它们两个会跟我的有一些粉底液搓泥 我有的时候 用它们两个用我的个别粉底液上妆的时候 会在某些地方有搓泥的现象 挺致命的 而且关键是我用它们两个 我差不多断断续续用了很长时间 我第一次用它们两个 没用几天脸上就起痘了 就一大片的痘痘 我感觉是不是有什么我的哪一个护肤步骤出了问题 后来等脸上都消了之后 我又开始用 又发现开始长痘 所以这个还是让我挺难受的 因为我一用它们两个就长痘了 我的皮肤不适应这两个中的某一个成分 所以如果大家的皮肤也跟我一样特别敏感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多查一查这两个的成分 跟自己到底合不合 然后再来种草这两个 我感觉盲目种草这两个的还是挺多的 其实我挺后悔没有跟它的客服多聊一聊 好像大家都说 就是你皮肤有什么状况的话 跟客服聊 客服会推荐你买一些适合自己方向的 但是我就直接就盲选了这两个了 也不算盲选那个小粉丝让我买的嘛 最后就买来了 实用感受说实话 真的不太好一用就长痘 而且还把跟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去看一下 跟自己复制差不多的up主 它们都有这两个的测评吧 反正我是真的爱不起来 我也单独用过它们俩就分开用 后来发现我用这个倒还好 长得不是很明显 但是一用它就这个 舒颜修护乳液 用这个乳液的时候 长得就尤其的明显 也挺难受的 这本家这两个产品竟然 占据了我的黑网的大半江山 好了以上就是我说过的一些 比较不好用的评价的护肤品 下面我来说一些啊 对于我来说感觉特别特别特别好用的护肤品 首先来说这个 日本的皇后一人水 它这个是我妈买的 她看我回来怕我皮肤干嘛 就买来 然后还买了一些纸膜 然后让我敷 它的味道就很舒服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而且上脸之后 不会像那种纯水状的一样 它会还是有一定的粘稠度 但也不算是特别粘稠的一个 治理一个状态 然后原来敷水膜的话特别好 而且这么一大罐差不多是五六十块钱 非常的划算 怎么用怎么不心疼 补水状况也还可以 因为是一人水嘛 所以补水还是蛮能补水的 尤其我回北方之后皮肤特别干嘛 用它时不时的来施敷一下 感觉特别好 所以这个强推给大家 那么红榜上的第二件产品呢 应该也是大家种草劳很多的 就是这个标亭的维生素液乳 它也是一个国货 像这种比较干净这种盖头的 是二十多块钱 普通的盖头的是十几多块钱 我是从那个7-11买的 如果你周围有 诶 要电影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从便利店买的 大家可以去加周围的便利店 看一看有没有卖这个的 它我是用来抹身上的 继续来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种乳液状质地的 还是挺轻透挺轻薄的一个乳液 推开之后味道我也很喜欢 这种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味道 反正就很喜欢这种 就是大概就是护肤品的味道吧 它我是用来那个来擦我的身上的 因为我的身上经常容易起干纹 起死皮 然后用它来弄一下 就是用它来擦一下身上 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上一个假期我回来的时候 冬天因为特别特别干 脸上真的是擦什么都不行 我擦我妈那种快一千的护肤品 擦脸上我都感觉不行不够保湿 然后我就没办法 虽然很便宜 但我也把它上脸了 那上脸感觉还不错 还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产生 而且感觉也还挺保湿的 所以它也是能上脸的 大体来说我还是不轻易让它上脸 还是让它擦一擦我的身体的 毕竟20块钱比较便宜 我心里上脸还是有一点 顾忌 但是也上过脸不错 下面说的红绑第三件产品呢 是跟我的黑绑第一件产品一样 都是面膜 涂抹式的面膜 就是这个 BOOTS的这个小黄瓜面膜 它是三分钟急救面膜 它是被称为你熬下之后用来急救的 确实看一看是这种挤的 比那种小 比刚才我说的那个小黄瓜 的那种罐状的 就卫生了很多 这个虽然很便宜 也是十几块二十块 我记得 虽然很便宜 比那个黑绑上的小黄瓜 那个还便宜 但是这个真的效果特别惊人 在我的脸上 我每一次如果前一天没睡好 皮肤出现那种暗沉 比较发黄 就是传说中的你的脸色不太好的 那种状态的时候 我都会拿它来敷三分钟 就是拿它 就精准的三分钟 就比如说我洗完脸 就开始敷它 敷完之后 刷个牙的功夫 刷完牙再把它一卸 就能明显感觉到 脸上那种暗沉就减少了 我的脸一下就像 也不能说发光 反正就是有一点发亮的那种感觉 就整个气色就都变好了 皮肤上的那些暗沉部分 也不是很明显的 它是我真的 我见过见效最快的一款面膜 虽然它非常的便宜 起码它在我身上是非常非常管用的 我每次熬夜睡不好 第二天都会用完它来上妆 而且保湿效果特别好 每次卸完之后 感觉皮肤水嫩嫩的 真的水嘟嘟的 而且还很有光泽 很亮子那种感觉 所以推荐给大家 反正十几块钱吧 你拿来试一试 实在不行 你觉得没有用的话 你再送给你的室友 你的什么亲戚朋友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就有用 接下来我们来说红榜上的第四件产品 是来自日本的乐敦CC 这个霜 不是霜 这个叫什么 精华美容液 它上面说是 这个乐敦CC呢 是我买过的 第一个去痘印的一个东西 但没想到它这么好用 我差不多对我的一块大痘印 连续一个月用它 因为那个痘印已经留下来挺长时间的了 那个痘印就变淡了不少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痘印变淡的 当然好像说这种 这种产品 还是要在每天没有光源的情况下点图 所以我就是每天晚上想起来的时候 让它来弄一下我的痘印啊 什么什么的 感觉特别好 它还是也是见效的产品 但是像这种去痘印的产品 肯定是不会见效特别快的 新的痘印差不多就是一周 然后比较老一点的痘印 差不多要几个月 每天要坚持的点图它 那总的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我推荐给大家这个日本的痘印 包括我 我之前的室友 他去德国交换了 所以他从德国给我带回了一个德国的CC 所以还没有到 我过几天再去试试那个德国的CC 就是去痘印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有效的话 我再出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评价榜上的第五件也是最后一件 这个产品 你别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念它 我会把它的名字打在旁边 它是一个人二酸 我之前在我的爱用视频里讲过它 一只也很便宜 几十块钱 二十还是几十都忘记了 然后很像药 你知道吗 像药膏那种感觉 这个样子的 它是浓度是百分之二十的人二酸 它上面我买来的时候 它上面说主打的功效是去你的闭口 但是我买来之后我发现它去痘非常非常强 见效特别快 有一次我拿一长一个大痘痘 我就用它来抹了一下 第二天那个痘痘就明显看上去 就催熟了 它像是一个催熟剂一样 正常的情况下 不是你长一个那种未成熟的痘痘 要过好几天才能长出那种有白色点点 那种 然后再过好几天才能一点一点的就是那种萎缩 然后一点一点的它能掉嘛 但这个它属于催熟 我就是点上之后第二天 它就立马就变成那种有白浓出现的痘痘 然后再过一两天 它差不多就能熟的快快能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痘痘了 所以我觉得它用来去痘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之前用过日本的那个食王去痘膏 一点用都没有 对我来说 它太温和了 真的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但同时这种酸20%的燃热酸 说实话浓度太太太太太高了 刷酸的后果有一个 就是刷酸的统一的一个后果嘛 就只要你吃酸你开始刷的时候 它以后就是让你的皮肤会变干 我觉得我现在的皮肤就是比以前已经干了不少 我之前用呆呆的伊丽莎巴雅顿的那个金胶 感觉特别油 但是我之前再去试 前几天再去用它那个伊丽莎巴雅顿那个金胶的时候 就感觉好滋润好舒服 那种感觉 就我的皮肤也开始慢慢的变干了 就是刷酸之后的后果 包括我之前有之前的一段视频 我皮肤状态一直不好干干的 那就是因为我刷酸那段时间 然后补水的流程又没有及时的补上 导致我的皮肤开始出现 就是有死皮的状态出现了 但是呢 这种刷酸 你只要后续的补水 步骤能够跟上的话 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它千万不能后敷 我曾经后敷在我的脸上过一次 因为还是有一个大豆腐出现了嘛 我就比较急于求成 没有想到我后敷了一下 那天晚上那里就痒的不行 发现痒的状况 就证明它是在灼烧我的肌肤的 所以我赶紧就把它给抹下去了 又去洗脸又怎么怎么怎么样 所以 薄土可以千万不要后敷 毕竟它是20%的酸 浓度20%算是相当高的了 我虽然给大家重藏这个 这个这个酸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理智的使用在自己的脸上 并不是很多人的皮肤 都能习惯这么高浓度的酸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刷酸的话 还是希望你能从 浓度比较低的酸开始刷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以上的护肤品只针对我个人的皮肤 它对我的皮肤来讲是好用 或者不好用的 我不能保证 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一样 然后对这些产品有同样的感受 所以这个视频仅供参考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一点 多看一些 类似于像我这种测评类的视频 再得出结论 然后再去购买 毕竟虽然评价 但是每个人的金钱还是得来不易 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种草 也希望大家能够避雷吧 希望大家每次买到的产品 都是合乎自己心意的产品 不要有雷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